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国民党基隆市长党内初选民调先前出现乌龙,到底是市议会议长宋伟丽还是前移民署长谢立功来选仍有争议? 不过今日国民党表示宋伟丽退选,谢立功代表国民党参选基隆市长。 针对此结果,先前退出党内初选的国民党基隆市议会党团书记长张芳丽强调,当初李让真的太不值得,如果宋伟丽不选,当初为何不早说? 根据联合报报道,张芳丽指出,当初宋伟丽对于要不要选市长一直犹豫不决,他才在初选登记前表态他也要选。 但是后来和宋伟丽协调后,决定李让宋出来选,不过在民调乌龙发生之后,张芳丽认为宋伟丽的反应很奇怪,一直不见他想拼到底的决心。 今日中央党部宣布由谢立功除马小竹基隆市长张芳丽表示,当初的李让实在太不值得,如果宋伟丽不选就早讲嘛,张芳丽强调对这结果非常气,对此无法接受。